亲爱的同工同灵,大家平安 欢迎你收看由真耶稣教会生命之光 所制作播出的同工学习原地 现在我要奉主耶稣圣明 与大家一同分享讲道写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第四章 讲道注意事项 的第二节 讲道内容注意事项 就是我们对讲章里面的内容 应该注意些什么 第一点 来讲就是讲章架构 要完整 段落层次要发明 你这个讲章是有讲章的架构 要完整 我们一篇讲章 这个架构完整 它包括五个方面 比如说体质 很明确 你这篇讲章的 这个 中心思想是什么 你的主题 和中指是什么 这个是很清楚的 第二个题目 这是很得体的 还有引论 本论 结论 那人家一听 就是你这个是 整个架构 是很 很清楚的 简单有引论 有本论 有结论 那第二个 画面 就是 段落层次要昏明 那你这个段落 层次怎么昏明呢 第一个 段落画面 就是 很明显 你引论 本论 结论 引论 就是你的引元 本论 就是你整篇 简单的 这个 所要简单的 这个重点 最后还有结论 第二个 隔断之间 要粘贯 段与段之间 这个叫粘贯 有一种 层上 其下的作用 你一听你这个 内容架构 就觉得说 很完整 而且 这个 段与段之间 是很粘贯性的 那第三个 就是什么 混量 要合一 讲到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你前面一点 讲得 很仔细 占的篇幅很多 但是后面 一点 一看时间不够了 就吵吵 这个 结尾 这样子 就是混量 不过合一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 这个简单的架构 就是 讲道呢 一定要有道有理 什么叫 有道有理 就是 你说讲的这个道理 是很清楚 是很清楚在 这个圣经的真理 圣经的真道 是很有条理的 讲解出来 那能听了以后 容易明白 我们说 我们说 这个讲道人 有四种 有四种 讲道人 那么 这四种 讲道人 最差的 讲道人 就是 无道 无理 第二种 叫做 有理 无道 讲的 好像 很有道理 但是 不是在 阐门圣经的道理 第三种 就叫做 有道无理 第四种叫做 有道 有理 那么这四种 怎么说 无道 无理 就是说 你这个天道 没有 人的道理 也没有 无法 阐门真理 调理也不清楚 最后听的人 就不知道 你在讲什么 以前 有一个初学 讲道的 这个 工人 那讲完以后 信徒问他 你今天讲什么 他说 我今天讲 耶稣基督的奥秘 讲圣经 奥秘的道理 那人家 问他 这信徒就问他 那你知道 你今天在讲什么吗 他说 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话 那就不叫奥秘 奥秘 就是你们也听不懂 我自己也不知道 在讲什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信徒怎么会得到 俗人的招救呢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 这个叫做 无道无理 真理也没有产明 然后呢 这个 人世间的道理 大家也没有从中 得到期望 那 什么叫做 有理无道呢 就是讲道人 世间的 这些 道理 倒是讲了不少 但是没有讲明天国的 呼应 所以他是有理 但是呢 无道 切发天道 天上来的这种呼应 天上 这种 这个 得救的道理 他没办法去讲明 但是呢 他可以引用了世界上很多 我是你 你子 那你要听 而且觉得很好 但是最后呢 就是 切发真理上的招救 那么第三种啊 叫做 有道无理 什么叫有道无理啊 就是简单架构不错 引经 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 最后没有办法把圣经解释清楚 没有办法有条有理的 给大家来 这个 分享 应用 联系生活的实际 他这篇简单 你看过去呢 这个 所要阐明的真理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引用的境界也很多 但是讲道没有条例 最后大家还是听不懂 不明白 你所要讲的是什么 那最好的讲道是什么 有道有理 就是把圣经的真理 简解清楚 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那么也有很多 生活的实力 信仰的体验 来 正是你所传的道 那么这样呢 讲道 我们称它叫做 有道有理 它所要阐明的真道 很清楚 也是 讲道呢 很有条理 理论那个两系实际 那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 那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 是最好的 这个 简道 那么第三种啊 经文的简解 要注意 我们简道一定要印经嘛 那么这个经文的简解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什么 印经 要准确 圣经的道理 从旧约到新约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这六十六卷 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真理 比如说 你要讲 尊命有福 那么这种经文啊 你从创世纪 一直到启示录 都有 那你到底 你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题目 你所要 这个阐述的 圣经真理 那么这么多的经文当中 都有讲到 遵守神的命令 是有福气的 那你要演哪一节 跟你切切 这个呢 就要看你圣经的熟悉程度 我们在写简章的时候 你大纲一列出来 你的论点 是什么 那你肯定 接下来你要去找 这个 论据 其实我们讲到 就是 议论文的格式 这个简章 论点 论据 论证 所以我们讲到 就是 一定要非常明确的 你的论点是什么 论点就是圣经 的真理 那你要有 生活实力 和信仰体验 这个 作为论据 那你在简解的过程 就是论证的过程 那大家能够听起来 有条有理 所以你一定 给你这个 上下文 你要找到一节 最合适的经文 感觉到换在这里 这是很合适的 不是说 有福两个字 你随便就 就给他 这个经文 就给他拿进来 一定要找到 最合适的经文 来证明 遵守主的道理 就是有福气的 那第二步 那第二步啊 就是解经要 正切 在这个提摩太后俗啊 二章 十五节里面 讲到 我们 要做一个 无愧的功能 按照正义 来分解 真理的道 所以你这个解经啊 一定要正切 不可以 强解圣经 也不可以 乱解圣经 更不可以 在解经的时候 万文生意 或者断章取义 这个都是 不符合解经原则 所以我们 学习讲道的 同工 除了学习讲道写 还要学习 诗经写 诗经写是教你 怎么去解释圣经 解释圣经 也有解释圣经的原则 你要去看这个 经文的三下文 你要看 但是这一节经文 它有没有它的历史背景 文化背景 宗教信仰背景 第三个画面 你要 你要 这个 已经解经 用同类的经文 来做解释 用那些比较容易明白的经文 来解释比较难的经文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应用工具书 去查一查 这一句话 或者说这个字 词 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你这几种 结合起来 那么对这个经文的解释 一定会更准确 更正确 这是第二种 那第三种 就是经文的应用 你应用圣经以后 你要解释经文 我们说第一步是应用经文 第二步是解释经文 第三步是叫应用经文 经文一定要应用 这个应用就是指 理论联系时机 跟我们的信仰生活联系起来 你所讲的道 不要脱离生活 那弟兄姐妹听了 就会觉得很说起话和早就 不然人家会觉得 圣经是天树 它在天上立我们很遗忘 圣经的道理 是生命之道 我们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 就要把这生命之道 在生活中表明出来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我们讲的 这个讲到内容当中 应该注意的 就是经文的 引用 经文的解释 经文的应用 那 第三个方面 就是 我们讲到的时候 一定会应用 像年年级 扁炊级 什么叫年年级 扁炊级 就是把老一辈的讲章 把它汇集起来 又称为年年级的 又称扁炊级的 那么这些都是讲章的 参考 幻文 把老一辈 把这些童工 他们讲到的讲章 把它汇集在一起 那我们初学讲到的 那就是 可以去引用 这些童工 或者前辈的 检查 那我们怎么引用 引用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 我想从几个方面 来做分享 第一个是直接引用 你年级 或者扁炊级 什么叫直接引用 就是你自己去准备 检查 你觉得没有把握 那我就直接 去看这个 年年级 和扁炊级 哪一篇讲章 你一看 你自己都觉得很感动 你感觉到那种内容 架构 这个 很完整 条理很清楚 那么这篇讲章 你如果 你如果去引用 去检解的时候 你一定会 检起来会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首先你自己有感动 第二 你看得懂 这个条理 你能够理解 那你检起来 你才会有条有理 才会有道有理 这叫肢解引用 那第二种讲道是 间接引用 间接引用 年级和病水级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出些讲道的 或者说 适合时间不太长 这些也讲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义工 那如果在 另一大会上 指定要你去讲 什么题目 那你可能会觉得 一下子会觉得很为难 这个题目 可能我都没有讲过 那现在这么短时间 我要去准备 可能时间和精力都不过 怎么办 那你有了这个题目 你就可以去找 年级和病水级 看看有没有一样的题目 何者说 类似的题目 那我觉得为了大家 能够更快的展进 我有个建议 你不要去找钞 你自己想写一写 先写一写 写一写 这个大纲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 你再去看 年级和病水级 你会发现 这个书本上 这些简章 它的确调理 比你更清楚 简章的内容 更加丰富 那你就可以把 不足的 把人家的长处 来接受过来 取长 补短 那这样进步 那这样进步就快了 不要 直接引用 不要你怎么讲 我就直接抄下来 所以你自己已经 先动脑筋了 自己已经裂大肝了 然后呢 你再去 找 这个一样 的题目 或者说 类似的这样题目 做参考 这样的对你帮助 一定会很大 第三个 就是 我们讲到 不要去 想看 什么 年年级病水级 你就是 完全自己来写 然后写完了 你也恍惚修改 你觉得比较满意了 已经定 基本上 这篇讲章 你已经觉得 最后要确定了 我建议你 可以看看 年级和病水级 有没有 类似的讲章 他们 这个 架过 还有引用的经文 跟你有什么区别 那我得做比较 如果的确 书本上 写得更好 那我建议你 还是要调一调 把这样讲章 调成 这个 更加 和 这个 调理 更加清楚 那这样你 讲解起来 也会更有造就 这个是 我们讲到 这个简章 这个 怎么去应用 这个 这个 零年级和病水级 还有一个就是 写简章的时候 要学会 应用圣经工具书 那么 圣经工具书 主要怎么应用呢 这个 有可能你 我所说的 零年级和病水级 你都没有 没关系 拥有圣经就好 圣经才是 零年级的宝库 那你说 我圣经不够熟悉 那我有的经文 我找不到 那怎么办 可以 使用圣经的工具书 你比如说 这个经文汇篇 他会把 同类的 经文 给你编组在一起 大家编组在一起 大家编组在一起 信心 他会从 创世纪 到启示录 有信心 两个字的经文 他给你 罗列在一起 那你就从 这些经文当中 你找你 最合适的经文 这个就是 引用工具书 那你 引用的经文 你已经确定了 但是你对 这些经文的解释 没有把握 那你也可以去看 有关圣经的 解释的资料 比如说 这个有关 圣经 助悉方面的书 我们本会 从 创世纪 到启示录 几乎歌卷 都有老一辈 把它写成 注解 那么这样 这些书 都是我们 写简单的时候 很好的 参考资料 这是 第三个画面 那第四个画面 就是 讲道内容 还要注意 五多五杀 什么叫五多五杀 这个是为了 大家变于记忆 有五个画面 要多讲 五个画面 要少讲 这是先对的 什么叫五多五杀 第一个 讲道的时候 泪弄 都表演 少批评 特别是青年 上去 讲道的时候 你不能够 满口那种 对教会 有一些事情 你不理解 你就随便去批评 对人 对事 不要随便批评 我们 特别是 我觉得 这个团契的时候 的剪道 因为有可能 你是那种 那种座谈师的 围在一起 那大家就很有机会 比较面对面的 那你这个 所剪的内容 一定要多表演 少批评 因为剪道 一定会牵涉到 具体的事情 或者牵涉成功 那么你这个 都给予表扬 如果批评太多 就不好 不是说 不可以批评 要多表演 少批评 第二个 就是要 多鼓励 少执备 因为我们讲道的时候 在下面听到的 各种各样的人 都有 男女老幼 都有 有可能我们自己 是青年人 坐在下面的 有很多 她的年龄 可能是我们 互辈 给我们 父亲那一辈的 还有 给年长的 有可能 她就是我们 爷爷辈的 祖父母辈的 那么 如果这些年长者 坐在下面 你太多 批评 责备的口气 人家就会 听不进去 这个年轻人 怎么满口都是 这个 指责的话 你要多鼓励 有人说 读圣经 我读不懂 没关系 你要告诉她 怎么读 更容易懂 你就说 怎么会 圣经 都读不懂 是不是 或者没有用心 那你这个 随便去评论 去批评 去责备 人家就没信心 你要把一些 好的一些例子 讲给她听 有的人她都不识字 都不会读报纸 但是她会读圣经 神会引导她 要多给她鼓励 读经之前 要多祷告 求圣人 带领你 那你更容易明白 圣经的话语 更容易记住 圣经的话语 她就觉得 得到这样的一个 鼓励 她会更加认真 所以要多鼓励 少责备 第三个多 就是要多造桥 少足钱 多造桥 少足钱 什么意思 造桥 是让人家通过的 足钱是隔离 我们家房子一栋一栋 围墙围起来 所以邻居之间都很难通过 因为你门 大门又锁起来 所以像人一人之间 隔离开了 那我们在信仰上 我们要多造桥 当然要通得过 造桥是可以沟通的 可以通过 可以往来的 足钱是把人一人之间 隔离起来 所以我们都能 要多讲 让人家通得过的道理 一听就能够能说 这个这样讲 我能够能说 他思想上是通得过的 所以要多造桥 少足钱 第四个 多建设 少拆毁 拆毁是痛苦的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旧城改造 需要拆毁很多老孩子 那很多老人都舍不得 拆毁是从有变成没有 叫拆毁 那建设呢 是从没有到有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 是非常欢迎弟兄姐妹 多向教会 提建设性的建议 有的信徒和的工人 他在说话的时候 老师说 你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不行 那不行 那就是拆毁嘛 好像把人家 说得一无是处 把教会里面 这些工人所做的工 说得一无是处 这不行 那不行 你们赶快要改 那人家在问他 那怎么改 怎么做更好 那你觉得这个方案不好 你有没有更好的 取代方案 没有 没有你就是搞拆毁了 所以我们说多建设 就是你要多提建设性的建议 不是不可以提 那有一些不合适的 你也可以提出来 你觉得这样做不合适 那你就接着要提出 怎么做会更合适 我们看到 摩西的岳父 岳特罗 他去看摩西的时候 看到他从早到晚 这个 坐在百姓中间 来解决百姓中存在的 纠纷 大小岸将都沉到他那里 那摩西啊 岳父呢 一看 我这个女婿啊 这样做 不但他女婿很疲惫 百姓也很疲惫 这么多的事情 他怎么可以独自一人 在那里坐着 审判百姓呢 他独自一人也淡淡不了啊 所以他呢 这个看到这种场景 他就说你这样做得不好 你和百姓都比疲惫 现在我要给你提一个将议 提一个好将议 那是个什么将议呢 他首先讲啊 神要把神的利利和华度 教训百姓 指导他们 单做的事 单行的道 并且能够从百姓当中 选出有才能的人 就是 敬畏神 诚实无望 恨不易之才的人 离他们做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来管理百姓 小事 他们随时可以处理 大事 就乘到摩西这里 这样昏成夫者 同单此任 这个就是建设性的将议 那摩西就听进去了 所以后来摩西呢 就在各自派当中 来选立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四夫长 来管理百姓 那重大 难断的案子 才乘到摩西这里 那这样重大 难断的案子就很少了 那这样呢 大家都清醒些 百姓有事情 也及时得到处理 所以我们说 这个 越特楼啊 说你这样做的不好 这个就是拆毁 你这个不好的东西 要拆掉 你不能再这样做了 但是他有更好的取代方案 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所以我们说要多建设 少拆毁 第五个 讲到的内容 一定要多观明 少黑暗 多观明 少黑暗 什么意思 要多讲 观明面的道理 少讲 缓面的例子 社会上 现在都在提倡 正能量 我觉得我们教会 我们要给社会带来正能量 带来正气 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 所以教会呢 在这个社会当中 它一定能够 很好去发挥 正能量 那你如果 负面的东西 讲太多 实际上对听的人来讲 也没有造就 我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 讲孝敬父母的道理 那现在全社会 也都很关心 真的现在有很多老人 就这个 没有得到 即使得到关怀 那做儿女的 我们怎么去 这个 遵照圣经的教导 多多孝敬父母 那你讲孝敬父母的道理 你就要多举 有些人 生意走得很大 工作很忙 但是 他一定 会回家 看望父母 特别过年的时候 他会 跟家里来团聚 跟父母 一起吃年月荒 你把这种正能量 这种 好的一面 那些孝敬父母的 那些例子 都讲 那么听的人 就会心里 就会想 哎呀 我们不能够只说忙 我们应该要有实际行动 因为呢 别人 也是忙 为什么他能够做到 自己就会觉得亏欠 亏欠 他就会想办法下去 弥补 他就会努力 所以正面的例子 会带给他正能量 那你如果讲了太多 缓面的例子 缓面例子不是不可以讲 可以 缓面例子讲一个就好 那你要感觉到 这样做不对 我们不能这么做 做恶理 不能这么样对待父母 那你就要讲那种正能量 正面的 那结果呢 听的人啊 就感到说 对呀 我们应该这样做 那你如果说 他说 这个比善不足啊 比善还有余 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我还做的不错了 因为很多人做的比我差多了 你如果这样想 他就不会进步 我们说一个人想要进步 学习上一定要向上看 他就会进步 你向下看他就退步 所以我们要讲到的时候 都讲观明面的 正理念的势力 这样会带给一股正气 带给一股正理念 那他就笑话好的榜样 那这样这个社会 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这是我们讲的 五多五少 这个也是我们讲到当中 要特别留意的 好 感谢主 那这个讲到写 分享到今天就要结束了 那我所领受的 所知道的非常有限 那我这个讲到写 这个板饼 主要就是 这个开始的时候 都是按照 杨长老 这个讲到写 作为我讲到写的换饼 然后呢 在学习 在讲的过程中 然后我慢慢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和体会 所以我建议 这个 同工能够多去看 像这个杨长老的讲到写 谢长老的如何准备讲到 还有很多传道 他们有写的那种讲到写 要多看 多听 吸取当中 对讲到 有营养的东西 那这样呢 自己会得到不断的充实 总之 要想 讲好 每一台道理 我们要依靠 圣灵的帮助 要多祷告 求圣灵感动 带领 当你写简章的时候 你得到圣灵的感动 带领 你会觉得写简章写起来很容易 我深深体会到 有时你一直在准备 一直在准备 哇 心里很着急 就觉得 这个时间越来越近了 但是你这个简章还没写好 这个时候 你不要那么干着急 我建议你 跪下来祷告 求主 带领 求主的领 能够感动 那你 能够 对这篇简道 能够能够更有条理 能够更有条理 你接着祷告 然后你开始默想 你的这个 在祷告过程中 整个简章的条理就出来了 整个简章的架构 可能一下子就出来了 你祷告完 你把它寄下来 这篇简道 一定是会 这个 很有造就的 第二个 我们叫讲道 就是一定要传扬 纯正的道理 讲道 不是在讲自己的 这个道理 也不是在讲 世界上的理邪 是在传扬圣经 纯正的道理 不需要我们用 高原大字 使徒保罗说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传婚姻的中心 是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就是救恩 十字架是救恩的标记 我们要宣传 耶稣基督 是人类的救主 我们要传扬他的救恩 恩导更多的人 以我们同德福音的好处 所以我们在台上 讲道的时候 我们是算量真道 现在有很多 异端写教 有很多四四而会的道理 那么这个道理 是不可以半上讲台的 所以我们讲道人 所讲的道理 一定是真道 要存着清洁的良心 固守真道的奥秘 如果真理变质 教会就会变质 一定要讲 纯正的道理 所以经常我们有的同工会问 到底我们讲道要讲什么 这一段要什么信息 我觉得这个讲道人 你所讲的道理 这个一个就是要建立信徒 这种纯正的信仰 第二个方面 要多讲一些生活上的辅导 信仰生活 家庭生活 社会生活 辅导 辅导性的道理 也很重要 还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信 在教会 做义工 帮助教会 圣工 我们也可以利用讲台 做这个 侍奉技巧上的辅导 那么我们相信 讲台 纯正了 所讲的是 纯正的道理 弟兄姐妹信仰 就是纯正的 那么 这个教会 带给社会 就是正能量 求主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讲台 能够去传扬 纯正的道理 是听见的人 觉得扎心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在 忍受 不断忍受 生命之良以后 更快地成长起来 在生活中 能够容神一人 能够去为主做 美好的见证 感谢主 哈利路亚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瑞路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